特別早上吃炸的 很像炸彈的東西 我的第一餐居然吃炸物 大家有沒有很好奇泰國人早上都吃些什麼呢 今天要帶大家去曼谷的街上 然後看他們的早餐店 外面今天車好坐喔 因為現在是早上 然後我作為地方 就是在Pugui的旁邊 所以 車子非常的多 今天是帶大家來早上的食堂 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lly 我剛剛從早上的市場買了兩個東西來當我的早餐 第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是 炸雞腿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 這有點像是海苔卷 海苔蔬菜卷 那這個蔬菜卷呢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用海苔包著蔬菜 然後第二種就是用像 河粉的餅皮去包這個蔬菜卷 那我們先來試吃看看吧 這個蔬菜卷裡面有三種口味 一個是包 蟹肉 小黃瓜跟胡蘿蔔 另外的就是包 火腿 小黃瓜跟胡蘿蔔 最後一個口味就是 包小黃瓜 胡蘿蔔和熱狗 那這就是他們的沙拉醬 他們沙拉醬裡面有放這個 這個就是綠色的小辣椒 所以不喜歡吃辣的朋友 要小心 因為我覺得他們做得很漂亮 所以你會忽略它 好的 那我們現在來吃吃看 蔬菜卷 沾這個辣椒美乃滋 嗯 嗯 說真的它不要有辣椒皮好 本來是不太吃辣的 所以 這個辣椒美乃滋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 很像炸蛋的東西 它看起來很像裡面有 攪一些很像香菜還是什麼東西進去 但這個其實不是那些菜 就是辣椒皮 所以它的美乃滋是有點辣的 微辣 我覺得沒有辣椒會更好 我現在來試試看 不沾醬 包這個狗口味的 嗯 不包的話它好像就是 有一點沒有味道 因為這個蔬菜卷裡面 沒有任何的調味了 所以不加醬的話就會沒味道 所以我自己準備我自己的美乃滋 這就是我今天要加的美乃滋 我把它倒進來 現在來加這個美乃滋 嗯 好吃很多欸 雖然這個美乃滋它的醬比較濃稠 然後還蠻適合沾這個沙拉卷的 好吃歸好吃 但是我覺得 有一點點 太可怕對我來說 所以我就自己 沾了我自己的美乃滋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蔬菜卷是45塊錢 接下來我要吃這個 這個就是炸雞腿 泰國是一個非常熱的國家 但是他們所有街上販售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油炸的比較多 像我之前介紹的炸香蕉 然後還有還沒有介紹過的 炸豬皮 炸豬肉 這些可能都是他們的早餐 然後還有這個 炸雞腿 那他們的炸雞有分三個部分 一個是炸雞腿 還有炸雞翅 還有炸半隻雞 價格不一樣 炸雞腿它的價格 大概就是一隻二十塊 所以我這樣買兩個是四十塊的 如果你有買到更便宜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現在來吃這個炸雞腿 特別早上吃炸的 我的第一餐居然吃炸物 它這個炸雞腿 其實很像我們一般市面上在賣的那種路邊攤的炸雞腿 它跟好大雞排跟3Q雞排跟一般的炸雞排吃起來都不一樣 它就是用最傳統的方式去做那個炸雞腿 如果大家跟我是童年的話 在我小時候 那種小騎士炸雞 就有點像是這種味道 所以其實這個味道讓我還蠻懷念的 好那就是我今天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 然後按讚 並且分享我的頻道 另外 如果大家有發現任何更新奇有趣又好吃的東西的話 不要忘記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再試吃給大家看 下次見囉 掰掰 多久 一定要裂出 你努力留意 說不定 你呢 你自己的地方 你不是的